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很快速的菜式 就是清酒大蜆粉絲煲 到底是怎樣做呢?我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有薑片,一條京蔥切斜刀 就是這樣,切成斜刀 然後就有生骨大頭菜 為什麼我要用生骨大頭菜? 因為它可以點出鹹味 然後就一樣,兩磐包 我喜歡用的包,用水浸在冰箱 可以放很久,兩三天都不怕 然後一會兒清洗它就可以用 然後當然有一點點菜 除了這個之外 材料其實是很乾燥的 我為了令它更加好吃 所以我又用這個火火級的 是不是有很多用途?當然 這些材料全部買 很簡單買得到,很容易買得到 今天話說為什麼我會做這個清酒大蜆粉絲煲呢? 原因就是,大家看看 大不大隻? 很大隻的花甲王賤之後 五十八元一斤 哇,我真的忍不住手啊 我首先,現在才拿去洗 一回來就不要洗字 直接放進冰箱 這樣那些蜆才會長命的 直到這下為止 沒有一隻蜆是開口的 即是全部都是生的 好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馬上要做事了 然後就拿一隻這些沙窩 OK 然後呢 沙窩呢 就不可以乾燒得太久 就擦乾它 稍微燒一燒 然後呢 我們就 拿這個豬腩片 它燒一燒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少許油 輕輕就可以了 少許 然後呢 這些豬腩片 我們就放進去煎 大家看到的 我們這些家廚呢 就經常搬來搬去 有個臨時的垃圾袋 就是這樣了 等它呢 就慢慢煎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同一時間呢 我就洗衣服 就好像洗衣服一樣 那我稍微動一動 那部相機先 那就是 刮它 那大家會發覺呢 我又沒有開抽油煙機 因為呢 它沒有那麼快有油煙 那所以呢 我就不管它了 好 那差不多可以了 然後就 好 最重要呢 就好像洗衣服一樣 磨它呢 就磨完那些 那些 蜆的表面的污漬 哇 真是好鬼靚啊 好鬼吸引 大家看一下 花甲王 一斤 五十八塊 真是 好 這個時候呢 它就開始什麼了 開始呢 就動了 那我們稍微呢 就煎一煎它先 這樣煎過這個腩肉呢 等一會兒呢 就非常之香口 OK 還有呢 它可以呢 是令到那個湯呢 就沒有那麼刮 好 好 那我就 動回那部相機過來 對了 對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薑片放進去 開始聽到有聲音了 對不對 對了 所以我先開脆扇 這個菜呢 就非常之簡單的 大家看到呢 我所有的東西 原材料 除了這些呢 生骨大頭菜 我回來要切了絲 跟著要浸水 讓它沒有那麼鹹之外呢 我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做過的 這個是切了這個是 這個是 金蔥 金蔥一折折 切片 斜切 現在呢 我們就要逼了那些 豬腩片的那些油出來 還有呢 就煎到它呢 有一點點 金香呢 那就最好了 那我就不打算切了 我就直接呢 就現在這樣 給大家看 到底我的過程當中呢 到底做過什麼呀 那個 那就煎到它金香了 當然那個湯就會更加濃 更加香甜 有得它,現在我就不理它那麼多了 記住,這些沙窩呢,我們不要開到那麼大火 我現在關小了一點點火 就是剛剛那個火苗頂住了那個鍋底,然後有一點點火苗走出來 對這個鍋來說已經算是大火了 就不是說越大火就越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連粉絲都不知去了哪裡 粉絲我都未剪,未拆,未浸 所以這個鍋其實是很簡單的,不需要做太多事前功夫 好了,現在越來越紅了 先看看,開始有少少金黃色,少少而已,但都還不夠 好,那我繼續煎了一陣子 這個時候我就已經放了薑下去了,連薑一起 那我可以頂高一點點那個 相機,大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放了這個浸好了的生骨大豆菜 就是了,爺爺,日本怎麼有這家?當然沒有了 飄醇菜可以不可以? 這個就是,你認識多些不同地區的食製 你自然就會想到不同的做法 好,這個時候大概呢,這個放日本清酒 好,OK 那我就放大約100ml 左右 放大約1.2升到1.5升水 好了,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蓋上鑊蓋 這樣就讓它煮滾了 這個時候自然就要關機了,這些無需要看,對吧? 好,這個時候呢,我就要浸這個粉絲 這個時候浸都不怕的 那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我們作為家廚,當然是需要做這個時間管理 所以有些事情不需要step by step做的 我們只需要知道哪個用哪個時間最長 我們就用這個作為一個標準,OK? 跟著之後呢,就拿這個滾水 就浸一浸它浸幾分鐘 那這裡呢,滾一滾,這樣就剛剛好了,OK? 好,待會見一下,要加東西的時候 好了,現在呢,就開始大滾了 那我就揭了一個鍋蓋看看先 好了,那現在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要切豆腐了 先開了一半先 那然後,開一個打一個熟字 再放進去吧 那放進去吧 那放進去吧 放上去 粉絲是否很快 用滾水一錄幾分鐘就可以了 鮮頭我連浸都沒有浸 多水那頭 這個時候我們就加少許鹽 大概就落兩斤左右 然後糖就落兩斤 之後就把菜放進去 把菜放進去 放在兩邊 這個你當它火鍋這樣做就對了 接著就放蜆 那這個蜆殼呢 那個開口位呢 就向上了 可以逐隻逐隻排得 它靚靚仔仔仔 好 那這樣就搞定了 接著就蓋上鍋蓋 蓋上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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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給它三分鐘的時間 三分鐘足夠的麵 因為它是熟了 那等一下再開鍋蓋 看看啊 啊 漏了一樣東西 調味那裡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呢 就可以放少許的 雞粉下去的 就讓它沒有那麼刮 那當然 喂 大家說 不想加雞粉啊 行不行啊 當然可以啦 少許可以的了 雞粉弱量點一點味 好 接著之後 我們等一下大滾了 三分鐘之後 就看看結果如何 就是 現在開始已經計時了 兩分幾鐘 好了 現在呢 就三分鐘過了 那就看看結果如何 咦 咦 還未完全開 那就任由它再滾 等它再滾多一陣 那滾到呢 大概 我估計啊 這裡應該還要分幾鐘 左右 那那些蜆呢 就會是完全 開了的了 那等一下 我們再看看 給它多分半鐘 好了 那大家 其實呢 這個時候就沒有分半鐘 大概都是一分鐘左右 那這些蜆呢 就全部開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放這個 在京蔥上面 那 那放完京蔥上面呢 那基本上 就全部東西都完事的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稍為呢 這個時候呢 我先拍一拍照 那我拍完照呢 我就可以是 跟大家呢 就是 做個總結了 好 讓我看一下先 檢查一下 那些照片是否漂亮 先 啊 現在的 那些照片呢 真的好鬼 相機呢 好鬼方便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關火了 那其實呢 這個呢 大家呢 就可以當火鍋 這樣吃的 那我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已經關火了 關火之後 都繼續會滾 那大家聽不聽到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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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我現在先試一下味道 味道的湯其實也挺清 完全是那種蜆的鮮味 再加上有一點點的肉味 這個時候我們吃的時候就可以攪勻 將那些京蔥煮熟 先頭我就沒有京蔥的 沒有京蔥那種味道 但現在我一放下去 這樣那些京蔥就很棒了 我先看看 沒錯,就是這個 喝下去很舒服 這個菜式很簡單 但是有一個竅門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加了豬腩片上去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稍微燒一燒那隻煲 那隻砂鍋 然後就放豬腩片下去 跟薑一起煎 讓薑味和豬腩片 就是那些油就逼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做的目的 第一,大家都知道有些豬油一定是很香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 因為這樣我做的湯出來就會鮮很多 就是會是更加純和 就不是純粹是那種海水味 行不行 所以這個要注意 當我們煎到差不多逼到油出來了 然後有一點點金香 我們就可以加水下去煮 煮熟 煮開了之後 煮滾了之後 我們就立刻可以逐次下東西了 先下豆腐 然後下粉絲 然後再下菜 今天這個菜我用了銀絲網 它兼具有爽口和軟滑的效果 即是瓦瓦菜也可以 不過瓦瓦菜純粹是滑的 就沒有那種爽口 OK 接著之後 蜆就鋪上菜 即是鋪上菜 先頭我第一次說是三分鐘 但原來三分鐘是不行的 一鋪上菜就開始計時了 大概就是四分鐘左右 蜆就打開了 這個時候它就開始分泌蜆的汁出來 令到整個湯會有一個很濃厚的海洋味 先頭講漏了 就是我們加水的時候 再加大約100ml的青酒 OK 行不行 好了 接著所有東西煮滾了 蜆開口之後 我們先放京蔥下去 逐樣逐樣 逐層逐層落 這樣大家會發覺 這個菜其實跟火鍋是一樣的 但是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這陣子經常做這些濕濕潤潤的東西 是的 因為開始天氣熱了 我相信夏天這些濕潤潤的菜式 我相信很多人喜歡 這個大家就可以用來送湯飯 或者是煮個拉麵 煮個公仔麵 然後拿來送食 因為京蔥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這裏大家會看到有很豐富的纖維質 還有很豐富的植物蛋白 豆腐和京蔥都有很豐富的植物蛋白 然後有維他命的B雜 再加上大蜆的海水的微量元素 所以其實這個不能夠清淡 剛剛在我煮菜的時候 有一位觀眾就說 好不可以以後做多一些老人家適合的菜 他說他不想吃豆腐 豆腐這家東西 大家都見到我最近都經常做的 但是如果大家跟著我的方法去做的話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豆腐都有很多種吃法 有很多種精彩的味道 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那樣菜好不好吃 或者那個食材好不好吃 其實很視乎大家怎樣去煮的 我早幾天我又煮過一個 這個是腩肉上湯浸黃牙白 我可以跟大家說 很鮮味 大家不妨去參考那個做法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濕潤潤的東西 其實都很適合老人家吃的 亦都很適合病人吃的 大家都知道我家裡有個病人 長期病患在這裡 所以我為了要令到他 以前就為了要令到子女要吃東西 吃得多所以就要炒到五環六色 然後又要煮得很好吃 現在我為了要令到我老婆 吸收更加多的營養 恢復體力 所以大家會見到我 經常做一些很營養豐富 譬如說很多大家想不到的 韭菜的菜式都可以有這麼多 或者是炒皇帝菜原來都可以的 或者是鍋筍我也經常炒 為什麼這些都是他病人需要的元素 他沒有辦法完全吸收 唯有就是我額外加下去的 亦都令到他 當然要做得很好吃 令到他口味上多些變化 最重要是口味上多些變化 豆腐可鹹可淡 淡代不代表就是不惹味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前幾天我做的那個豚肉豆腐 浸黃牙白 我可以跟大家說 鮮味到不得了 你是不會覺得那個豆腐很難吃的 反過來 這個是今天做這個海鮮豆腐 就是浸大蜆 粉絲豆腐日式日本清酒 這個豆腐粉絲浸大蜆 亦都是那個豆腐 因為我放在底下 它吸收了海鮮味、吸收了肉味 所以它亦都是非常惹味的 但是很清淡的 這個不是很鹹的 你當作湯飲 我先頭這樣當作湯飲 都不會覺得鹹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到 很多時候同一個食材 好不好吃? 大家怎麼看? 你說我不喜歡這麼清淡 豆腐也還有其他菜式的 我又做過麻婆豆腐 又做過炸菜肉碎的豆腐 一樣是這麼好吃的 是不是? 大家可以變一下 變通一下 不一定要做中國菜 不一定要做粵菜 可以有外省菜 亦都可以有外國菜 一樣的道理 希望大家明白 今天不講那麼多了 做好了 自然去吃 如果大家喜歡這裡 我用了什麼材料呢? 這個是兩磚豆腐 一包粉絲 菜大概400克左右 然後一瓶的京蔥 哪裏都有200多克 就可以了 OK 然後 蜆的花甲 我只是用了一斤 如果大家喜歡吃蜆 其他材料比較減少 蜆可以放下去 蜆可以逐一點放下去 現在我一次過煮完 其實這個菜可以一路慶祝一路吃 先吃完蜆 吃完之後 我們再放蜆下去 再燉 都是幾分鐘的時間 兩斤蜆 菜也可以逐點逐點放下去 我都說了 這個可以當火鍋吃 好嗎? 只是這個 都可以送到很多碗白飯 相信我 夏天到來 濕濕潤潤的菜式 應該就比較有味道 OK 好了 那就不講那麼多了 拜拜 真是去吃飯了